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白爪魚摺紙 今天我們就要做一隻 用一張紫色的紙做一隻 二齒龍 二齒龍是生存在二蝶紀 它是寶魯女的祖先 它有三米長的 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 一起摺一下這隻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紙 普通的一張顏色紙 或者你可以用大一點的紙 像這隻 這隻是超大的 這隻是用天龍和紙摺的 你可以用不同尺寸的正方形紙來摺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摺 好 我們先把白色面在前面 然後這個位置 你看到嗎?這個位置 尺尺尺到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到這裡 記得摺得小一點 然後打開 另一邊都是一樣的 這裡到這裡 然後打開 這裡到這裡 就是這條線 然後打開 打開 同樣跟剛剛的一樣 打開 OK 我們完成了這個 OK 現在呢 就要把這個位置摺到這個位置 然後轉過來 這裡摺到這裡 然後轉過來這裡 這裡都是一樣的 跟剛剛的兩個一樣 OK 這個不用摺了 注意在這裡 不要摺 然後翻過去 應該是這個地方 然後就 看到這條線 我們剛剛摺了一個摺痕 這樣翻了下來 OK 變成這樣的形狀 聽著呢 這部分要小心一點 你先打開 你先打開一點點 你看到這條線 過來 看到嗎 這裡 回去 這裡 這裡 變成紫色 然後這裡 過一點點 這裡 按 這個位置按進去 OK 那就變成這樣 這裡有兩個頭 OK OK 我們先反過去 這裡 OK 這部呢 就是 你看不看到裡面 這裡有一個V字 V字的旁邊這個位置 就 開了它 這樣按 按 按 按過來這裡 用力這樣按下去 變成這樣了 這裡剩下一個頭 那V字就消失了 然後呢 就把這個 轉過來這裡 這樣 然後 二十一樣 開回這個單項 哎呀 說錯了 是基本直方形 Sorry 然後這個位置呢 就回到這裡 OK 然後 就這樣 開始了 這個位置回到這裡 整個摺痕 然後這個回到這裡 就是 摺到這裡 然後 你剛剛 摺了一些線條 這些兩條 然後 這個中間線呢 就去到中間這條 這個位置 OK 這個完成了 還剩下兩個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去做 我就摺快一點了 OK 我就摺完這裡了 你看不看到這裡有三邊 這裡有三邊 然後用力壓一壓它 然後 這裡就搞定了 我們現在要 注意到這個 紫色的部位 看不看到這個 紫色的部位 翻過去 你看到這樣 一個突出 好像鯊魚旗 那樣的 然後呢 這條線 去這條線 正出摺痕 然後 翻開 轉過去 然後 又是一樣 然後打開 然後 你看到這裡 有一個 好像袋子那樣 開了它 然後用力壓下去 然後就變成一個 這樣的形狀出來 然後 現在又要轉回前面 這裡又要開始摺痕 然後 這裡 按下去 這裡 按下去 這樣 然後 這裡 一樣 這條線 去到這條線 然後這個 就會變成一個三角形的相片 就是這個位 然後你要摺好這裡 多摺幾下 讓它有一個重一點的摺痕 然後 然後 就打開它 打開它 這裡 壓下去 這裡打開 看不看得到 這裡 這種叫做打開折 是有點困難的 剛剛 我們翻開了那邊 你會看到 一個這個 你就翻下去 它就變成紫色了 好像這隻 它是沒有白色的 除了這些邊邊 各有白色 這樣 就這樣 這種打開折 它就可以把白色變成 紫色的顏色 然後 按回剛剛那支摺痕 形成一個形狀 就是這樣的形狀 然後 回到下一邊 同樣的東西 這裡一樣 然後這裡也一樣 那我就摺化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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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有三邊 一二三 像鯊魚旗一樣 三個鯊魚旗 然後 最靠這個位置 即是說 這裡我們應該翻了這個 這個是沒有用的 然後這裡 最邊的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 這個最邊的那個 就這裡 按開它 本來是這樣的 然後這裡是尖尖 這樣慢慢按下去 OK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 其實已經有摺痕的 如果你覺得摺痕不夠重的話 我也教你 就是這樣按進去 這裡也一樣 這樣按進去 然後這個三角形這裡 這樣按進去 OK 打開它 這裡 這樣 然後 這裡 放在中間 然後 壓一壓它 另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壓下去 打開它 用力壓一壓它 一會兒它就會變得 不夠整齊 OK 好了 下一步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 全部的東西 全部翻過去 這個不要翻了 記得 這個是沒有用的 我剛剛說過 然後 記得在這一邊 留下一個中間的一個棋 這裡 看到嗎 這邊跟那邊 這裡一樣 都是這樣摺 那我就摺快點了 好 OK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我們都要用力 壓一壓它 OK 就變成這樣 然後 然後 這裡 看到嗎 這裡 就翻過去 最後一面 沒有一面 頭面就沒有了 這樣 然後 就 這裡 翻過來 這裡 變成這樣 一個東西 本來是這樣的 這樣的 我們應該先把這裡 這樣合起來 你可以這樣做 或者可以 好像我這樣 直接這樣翻過來 都可以 你自己選一個喜歡的方法 然後 我們現在要流出摺痕 然後 這個是它的尾巴 可以把它縮小 比較幼 不然就變得很粗 好像這隻 條米 比較幼 先這樣 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 OK 然後 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 然後 然後 這裡 翻過來 這裡 然後 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 OK 這些隻摺痕 其實不是這樣的 你呢 現在呢 就是把這個打開 這裡呢 有一個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你看看 這條線呢 它是這樣的 這裡就是 一個 不是尖的東西 我們要把它變成尖 所以我們要這樣 你看這條線 這樣 壓 壓 壓 然後這裡 記得要尖 不是會變成骨 的 那它就不會很好看 了 變成這樣 你看到 這裡還有一個接合 我們 要把這個東西 摺過來 這裡 就是說 我們剛剛那些摺痕 雙邊沒有摺痕 你就根據下面那些 一起摺過來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摺痕 也是一樣 打開它 這樣 摺過來 這裡 尖了 它的尾就變成尖尖的 然後壓下去 變成這樣 嗯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快點了 是 是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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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就這樣了 數一下這裡有1 2 3 4 5 6 這裡有6層 這裡都一樣 好 那就這樣了 這個旗的邊邊這裡 其實這個就不用摺這樣了 你就這樣摺上去 這樣 它的旗呢 我們會把它收成圓形 它就是一個三角形 這個是尾巴 這個就是頭 現在我們會把它收成圓形 OK 我們現在呢 先把旗的紋路摺出來 這樣就會讓它變得更加真實 我們先 這裡有點難搞的 這條線你見不見到 我們就從這條線開始摺 這裡上面沒有摺痕的 你要自己摺一摺 或者你喜歡什麼紋路呢 你可以粗一點 大一點 都可以的 你自己選擇 我呢 就比較幼一點 因為它的紋路會變 變得更加大 就會更加真 所以要摺得幼一點 這裡 OK 這個位置完成了 下一個呢 就是這裡 這個 相同的方法 摺幼一點 最後一個也是一樣 就變成這樣 就好像這個一樣 一格一格 我摺三格 你們喜歡摺幾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著第二面 一模一樣 所以我就會快一點 再也進行 你們選擇 也在下面 好 這就是 transform 我們把它變成圓形 現在我們先把摺痕 就是這裏 直到這裏 接著你就把它陷入 這裡陷入 這裡陷入 你可以像我把它變得更圓潤 如果你不喜歡就這樣尖尖的都可以 如果你想把它變得更圓潤 就這樣 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也按一下 這裡也按一下 那就變得更圓 接著呢 我們就要接腳了 腳呢 看到嗎? 這兩隻 這兩隻 這兩隻腳 接著呢 我們先把腳 就是這樣 這裡是有一個限度的 如果你摺得太前面 將紙會撕破 所以是這樣摺下來 這樣就是腳 然後第二處都是一模一樣 這裡的腳摺下來 這裡 這裡 變成兩隻腳 然後呢 這裡呢 兩隻腳握著它 我這種方法會比較方便 就是兩隻腳握著它 看到嗎? 這樣按 看到嗎? 這樣就變成兩隻腳 小腳 這種呢 是一種 爬行類的 好像蜥蜴那些 不過它是三米大的蜥蜴 所以它們的腳呢 是跟蜥蜴一樣短的 所以呢 調整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蜥蜴 好像這隻蜥蜴 這樣 這樣 放在下面 這隻蜥蜴呢 是用一張紙去做的 如果有機會 下次我也一起和你們摺 OK 現在呢 摺一隻手了 這裡翻開一張 這個是有點卡卡的 因為我們剛剛是摺的 這個紋爐 我們要小心點把它打開 這個呢 就是手了 看到嗎? 尖尖的這個位 就是手 我們把它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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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手呢 是比一隻腳長的 所以我們一日間呢 就像它那樣 曲起它 這樣就有點震 另外一邊都是一樣 好 現在已經有兩隻手了 接著呢 將隻手這樣曲上去 接著這裡壓一壓 接著呢 這裡呢 不是直接這樣摺下來的 是這樣 側側地摺過去 接著這裡一樣 放上去 側側地摺下去 這樣就有一種爬蟲的感覺 就好像這隻 接著呢 我們就要做個頭了 等一下 我們先把腳調整好 才做個頭 比如 這兩隻腳 我們就是幫它 這裡 這裡有些 困難 給小一點的小朋友 因為要大力一點 這樣用力 這樣曲上去 如果不行的話 小一點的小朋友 可以叫大人幫忙 接著呢 現在是做個頭了 我們呢 要數層了 我們要找個中間了 這裡呢 有幾層呢 一 二 三 有三層 這裡也是有三層 那這個就是中間了 接著 拿著中間 這個 但是沒有指 拿著它的頭 不要 不要像其他一樣 你就這樣直接摺下去 就變成這樣 沒有那種立體感 你摺下來呢 記得 這樣扁一些 即是說比較有 即是說 恐龍就比較有型 接著呢 這個就是頭了 我們先把口 摺下來 好 現在是整形時間到 我們呢 就要把它的肚子變得圓潤些 還有 尾部變得 圓些 讓它更加真 我們呢 就兩隻手指 這樣按 按 輕輕按 那它的尾部就會 按 你看到嗎 按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這樣做 這裡 按 讓它的 線條 比較明顯 接著呢 我們呢 就是 這隻手呢 也是跟尾部這樣按一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按一按 這裡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得這樣 即是說 好像那些爬蟲一樣 如果你們上網查一下二齒龍的照片 你們可以看到的 接著這裡 這樣 按 那它的肚子呢 就比較圓些 比較真些 接著 最後啦 我們就要做它的眼 看到嗎 這裡有條線 這裡也有條線 然後這裡呢 就 這樣 這樣 翹起一點 這樣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以用牙签這樣 慢慢翹起 這樣就變成了一隻眼 這裡也是一樣 我快點 OK 整形完成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過 珠羅技公園遊戲呢 裡面那隻二齒龍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在這些恐龍呢 的搏鬥他們會這樣 我會跟你說一些關於這種恐龍的知識 他們搏鬥就是這樣 他們的搏鬥呢 他們的搏鬥呢 是呢 就是說 他們住在美國的沙漠 很久之前 他們很熱的 這個就是散熱了 這種 這種不是 好像小朋友 那種 像小朋友 那樣 那些不是 這種是散熱的功能 OK 今天我就教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在下面訂閱呀